最近这几年 世界各地普遍经济都不景气 失业率增加 许多高学历的中年人 面临着失业 或者是减薪的情况 而承受着心理跟生活的双重压力 对这些人 佛法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吗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中年人 在自己的特定的工作岗位上 工作了蛮久之后 由于公司经营不良 或者是公司的景气不好 可能被裁员裁掉 也可能 自己 没有办法 保有这个工作 就转移去了 提早退休 这些人我倒是见到蛮多 在国内在国外 都有啊 是不是一定是不景气的时候才发生 那当然不景气的时候发生的比较多 台湾呢 台湾呢 这几年以来 好像啊 这个有很多的行业啊 都啊 转投资了 或者是把公司的重心呢 迁到什么外国去了 迁到大陆去了 那一些工作人员呢 就被外劳啊 去取代了 还有呢 并不是一定啊 公司经营不良 而是呢 公司啊 从用人力的 渐渐转变 转型呢 为用机械的 用科学的 科技的 这人员的 人力的 运用 需求啊 减少 而他们的公司可能经营的越来越好 不过呢 人数啊 减少了 像这种情形呢 我想 会继续发展下去 那我们 如何的能够啊 平衡呢 自己的 这个心 还有如何的维持啊 家庭的生活 我想主要的不是生活啊 而是呢 心理上的不平衡 很不容易弥补 自己原来呢 周围蛮高的 结果一解雇 或者是 必得 提早退休啊 要去 再就一 要得到比较 原来的那个 周围更高 或者是 保持的原来的周围 那样之地啊 地位 活啊 薪水啊 可能不容易 那 事实上 我们呢 遇到了 这样子的情况 你不愿意 也得愿意 你难过 也没有用 你只有 记受事实 在记受事实的情况下 调整 自己的心态 能够啊 还有日子过 还能够活下去 那 也就不错了 在今天的 我们这个世界 包括台湾在内 不能够活下去的 社会环境 大概没有 特别是 我们中国人来讲啊 我们台湾人来讲啊 都非常啊 勤勉的 不管 是什么样的工作 只要能够活下去 还能够生存 还能够有一分呢 你以劳力 或者是呢 以你的头脑 或者是你的技术 来啊 换取生活费的话 这都可以了 另外还有一种啊 如果啊 你孩子也大了 你家庭生活也不愁了 以及呢 你自己的往未来走 说这个 就意的第二春呢 并不是啊 那么需要 活啊 在经济上 并不是那么需要 那么还有呢 你自己觉得 你继续的努力呢 不会比你现在 努力的更好 另外还有一样事情可以做 就是做啊 义工 做义工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呢 到非盈利事业机构 去做义务的工作 义务的啊 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可以做 今天我们的发股山呢 就需要各种层次的义工啊 来服务的 那义工到我们这些服务的时候啊 有两种性质 有一种啊 是专制的义工 全天候全时间的义工 一样的上班 一样的呀 这个负责 某一部分 或者是某一个 项目的工作 这个跟受薪的工作人员 完全一样 说不同的 说不领薪水 另外一种呢 不领薪水 在工作一个星期两天 或者三天 或者是呢 一个月之中来几天 来工作几天 也有的人呢 一天之中啊 来工作几个小时 像这样子啊 也能够使得你的生命非常充实 你的身体还是很健康 你还是啊 觉得你是对社会啊 很有贡献 像这样子的人 在我们法国三体系之中 我们需求的很多 需要的很多 已经有不少的人啊 来参与了 那么这一个呢 男中 男性的也有啊 女性的也有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 意义 以及生命的价值啊 并不是因为我们退休了 就好像是变成了一个 没有用的人 或者是变成了一个废物 或者是自己呢 无数事事啊 觉得很无聊 而且 非常啊 有意义 有啊 成就感 因为做义工 要比啊 受心的 心态啊 感觉啊 更啊愉快 所以呢 我 我鼓励啊 如果需要工作 那你找一份 怎么样的工作 叫你生活就可以 如果你不需要工作 到我们法国上来 做义工 当然 其他的非英尼事业单位 你有兴趣的话 任何一个单位 你可以选择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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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